各位学生,阿弥陀佛 Tempo稳定了 不过今天这样的时间配当起来 依我们的时间来讲是很刚好的 因为今天结束的时候刚好是35分钟 那只进10分钟就到45 然后回向圆满这样 那这样子刚好到50分 休息10分钟就上课 你们再多四个几次 把这个Tempo稳定下来 自己也感觉到整个诵经的过程 那个Tempo 心念是不是可以比较稳定的不声妄想 在直进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放松 但是保持觉知 有人一直问我这个感觉是什么 我想我反过来说 当你太紧的进入你的所缘 不管你的所缘是佛号 或者是安班念 就是入习跟初习的像 不管你是什么 如果你会发现你会被那些非所缘的 涂出来的那些设身相位处法 经觉到心会有一种颤动 那表示你心太进入你的所缘了 这样明白吗 如果你心是松松的觉知你的所缘 所缘能量是不实的 全项都可以觉知 你对于非所缘不去探求 不去分析 但你也是能够觉知 但是不会因为他突如其来的 似身相位处法的一种现象 你心就会惊觉 乃至于会晃动 这个是一个很容易检查的状态 所以保持那种很全然扩大所缘 但是是觉知在你的所缘上 不要涉入所缘 我们讲有距离的就是观 那那种距离其实就来自于 来自于不要涉入所缘 这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不取向 或者是不住向 或不住于事 不住于法 不住于色身相位处法 这个不住有很大的关系 整个为世观在这个地方发挥很多 只有你把这个距离真的练出来了 所谓的距离是指 能观跟所观 其实它是一件事 可是它是前后心 所以你会觉照它的相 慢慢这个道理 你就会依着为世观的说明 你这个会明白 但是你这个放松的觉知 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练习出来 练习到你自己可以 悠由于正念跟正知之间 转换而不生障碍 这个你们必须练习 好 这个我也不能多说 因为这是体会的东西 等你觉得稳定到位 或者是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 视力下再问好了 好 那么今天会进到 因为今天我最近几次都还连着在法义上 因为这几次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从善互念善富足 连接到我们上次所谈到的发心 发心谈到为何选择无于涅槃 对不对 那么今天就连着发心要修六波罗蜜 所以这几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几个是有关系的 我们还会在这一次跟下一次会谈这件事情 我想我先提这件事情好了 在于切丝对论菩萨地总性地的部分 他讲一句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重视的话 我特别这一次在我的脸书网页上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菩萨地很清楚地这样讲 如果你发菩提心假定没有助种性向 发菩提心的话呢 你佛果是佛地是不能得的 你必须要助种性向 也就是要有所谓的菩萨六度的种性向 你依着这个种性向发菩提心 菩提心到果才能够成就佛地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因此你就可以比较熟悉维斯论的人 就会知道原来维斯论其实有所谓的本性注种 也有所谓的习所成种的说法 到了后期护法论师的意见是认为 这两件事情是具有的 那么依照我的说法就是说呢 你过去生以来有一个本有的性种 你会欢喜去修学六度 因此你这一生就会在你的个性上 会出现跟六度相随顺的个性 等一下我会念一下 我再要下来的文 就是哪些是属于六度的种性 如果你观察这一生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种性向 你在依着这种性向去受菩萨界 或者是山规 或者是跟着善知识学菩萨地 那么你这样子的菩提心修持呢 才会成就道果 否则依然还是会有退转 闪动的可能性 所以这就是我连接三次 从善呼念善呼主 到发起菩提心 以吴于涅槃为上手 以这个为目标 上手就是目标 以安多多罗三本三本体为目标呢 其实是要安住在成就吴于涅槃的目标上 是自己跟众生都要以成就吴于涅槃为目标哦 请注意 那么大乘不共法是吴于涅槃当中 再起一个无助向 因此有了吴于涅槃的案例 那个以后再来谈这件事情 不过三乘共通的事情呢 所有的修行都是要以吴于涅槃为上手 就是要灭掉生苦 简单讲就要灭掉生苦 可是灭掉生苦不是属于断灭剑 这以后我们也会再谈这件事情 所以三乘都以自己成就 以及众生成就 以所谓吴于涅槃来射受众生 但是呢 这样子的发行是为了要成就 阿努多罗三本体 可是这个时候就有个吊诡了 假定你没有六度总性向 就是你不欢喜 以及你修六度 总是会令心闪动 会退转者 退到哪里去呢 退到所谓的身闻 乃至于外道 乃至于凡夫 会有这样子的退转向 那表示呢 你的发菩提心的因缘是不具足的 那么发菩提心的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菩萨地要修的东西呢 所以菩萨地里面呢 提出了修学菩提心 有15个菩提分 从惭愧开始 到成就四法 温陀南就是四法因 正成四法因为止 有15个菩提支分 好像是6月14号还是 明天 明天 礼拜四晚上 就有 他新的发明叫什么 他旧的我知道 新的不知道 他之前他从那个 《遇切丝论》36卷 35卷的菩萨地开始讲 讲到这个菩提心的修持 现在6月14号新定的题目 在公告 在基金会的公告上 叫做菩提心的修持 就是《遇切丝论》的说法 之前他的 他的这个讲 也应该是留在网络上 我没有特别去找 所以各位不妨可以去听 当然 妙奥金长老的英党 常播法式的英党 在 在坊间 其实都找得到 如果各位有欢喜 愿意去 在加工用行 《遇切丝论》的部分 可以私底下 在群组当中问 会有老参告诉各位 这些相关的网址 你可以上去听 这比起我们15年前 学习《遇切丝论》方便多了 都有了白话讲解 白话讲解都变成了文字党 所以你都可以去下载 容易去对找自己的修学 所以也就是说 菩提心绝对不是一个嘴巴皮 发一发而已 但是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仪式 而且这个仪式 绝对不是一辈子一次的 我上次讲过 汉传会把他 会把他当作是一种很罕见 而且很难学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我读一些《遇切丝论》里面 乃至于欧阳静吾的主庭 就是所谓的支那内学院 以及后来的传承 都把修持菩萨界 当作每天的丁克 这跟藏传的教学方法就很接近 汉传不晓得为什么 就把菩萨界当作一个很难的 因为我车不了数 我就不能受持 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好像是我 我因为路上有个石头 因此我不上路一样 《大航法》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 四众四十三轻也好 四十一轻也好 就是《遇切菩萨界》的内容 即便我只有一个界 可以持 我都应当要受的 是这样的理由 那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 有待你把菩萨地 菩萨藏的教学 学习过之后 再说 再说 大家都会很夸大 像《放晚经》里面 大家都会很放大 菩萨界泛行的业果 都是那个灌羊铜 叫热油 都是那种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东西 刑法 那因为畏惧刑法 而你不去受持 你不去修学菩萨界 乃至于修持菩提心的菩提品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颠倒的事情 好 慢慢 慢慢再让各位 自己亲自体会 而不是我劝你们 你们自己要从道理上明白 为什么受持比不受持 它的功德来得好 你自己要你想通了 想通之后 你心才会 啪 啪 坦然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 从《善夫念善父主》 到以吴云涅槃为上手的 阿努多罗三百三佛提心的 身心 一直到今天所要谈的 行六度 这三件事情呢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还是要贴在文意上 把吴佐勒论 三篇合起来 今天会讲这第三篇 就是所谓的行六度 这段文 我们 洁行深厚就先不要谈了 留给下一次吧 各位呢 把我们两部四论的下卷 就是吴佐勒的部分呢 打开到 第一段经就是续分 第二段经就是这个 发菩提心 第三段经 第三段经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今天就进到第四段经 是在第六页第七页 父赐须不提 菩萨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那段 第六页 好 我们就送一下第六页 然后等一下就随文讲解 第六页底下的吴佐勒论文 好 大众请和长 父赐 须不提 菩萨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 无所住行于不失 不住设不失 不住身相畏处法不失 虚不提 菩萨因如事不失 不住于相想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得聚不可思量 虚不提 与如意云合 东方虚空可思量佛 虚不提言 佛也世尊 佛也如事虚不提 南西北方 四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 虚不提言 佛也世尊 佛也如事如事 虚不提 菩萨无住相不失 菩萨亦如事不可思量 佛复告虚不提 菩萨但应如事行于不失 好 到这边是一个段落 那我们看看 那个吴卓论的总标译 他说 这一段经 是第三个 行所住处 行所住处 总共有三个 三段 上次呢 是发心处 这个呢 这一段呢 是行所住处的第二处 叫做 波罗蜜相应行 自此以后呢 其他的住处 有五种 谁所相应 这段文 是我今天讲解的重点 从这个住处 就是波罗蜜相应行 这段文以后呢 每段的住处呢 都要去解释 底下的五个分项 第一个 意义 第二个 缩项 第三个 色词 第四个安利 第五个显现 我已经把这一段文当中 以后的每一段文 我都会帮各位 把吴卓论里面 对这五个 谁所相应的解释呢 摘要成这样的一个小表 所以从波罗蜜行住处 这边开始的 以后的每一段 每一段就是 18处的这每一段 各位都要把它总 总结起来 这个算是你总词全部经 以及吴卓 18处的一个 总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跟我们 观修 这个 18处的圆满次第 是很有关系的 好 这个你们姑且 姑且就这样记得好了 那定义一下 这五个 谁所相应 第一个 所谓的意义 意义的意思呢 就是 为什么要安利 就是为什么要安利 这个住处 那这个住处呢 叫做波罗蜜行 波罗蜜相应行 对不对 发心就发心 发安努多罗三百三不提心 就好了 那如果说 发安努多罗三百三不提心 是以吴于涅槃为上手 你就以吴于涅槃为上手 中间修三七菩提芬 那也OK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要修学 波罗蜜相应行 也就是修学六度 谈这件事情 意义就是 为什么你要发 安努多罗三百三不提心 以吴于涅槃为上手 就好了 修三七菩提芬也可以 那为什么要修学这六度 一有升起 以及为什么要安利六度行 当作发菩提心的一个修持法门 一是这个意思 一就是升起 为什么要安利升起 建立 这个行处 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说 住处 对质 其实是相反之 对质 住处 住处的意思是住着 当你修这件事情 修什么 修六度 当你修六度 就是住处 当你修六度 却着 却着 在六度的所形象上 这件事情 是过失的 是有过失的 而这个过失 是应该要对质的 所以如我们所说 发阿努多达三百三不提心 除了以无余涅槃为上手之外 还要兼修六度 这般六度 有六度的所形象 可六度的所形象 恰巧是安利金刚经当中 波罗蜜相应行住处 对峙住着心的目的 是对质行六度 有住着心 为了对质这个住着心 因此安利了 波罗蜜相应行 这样了解吗 所以 佛陀教你去行六度 不是为了故意去想 为了得六度的果 而去行这个 所以六度当作 奸行六度 当作发菩提心的住行 住道品 它就是为了要去对质 你修学六度过程当中 对于所形象的住着心 为了对质 修六度过程当中 你会有求果得的这个住着心 因此安利 你要发菩提心 除了以无余涅槃为上手之外 还要兼修六度 所以兼修六度的目的 反而不是要着六度的因果相 而要对质六度 所形象当中的住着心 所以大家都把金刚经念得很熟 无住相行于不失 好 那大家就开始 很虚幻的 很梦幻的去想象 什么叫做不住相 试问你送了半天 什么叫不住相 不住相是根本不认得相 或者是没有相 或者根本不去行那个不失相 不失因此没有相 是这样的结识吗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应该要 如果可以修 他就应该有道理跟方法 对不对 你讲不出这个道理方法 叫做不住相行于不失 那请问不住相行于不失 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经常讲 空中的坚论 经常以 不无空非这些否定词 否定一个动词的状态 他就是告诉你 不是不做那件事情 不但不是不做而是要去做 要有那个预愿 等一下就会谈到 要有愿意这么做的意乐心 那个动机是要有的 可是保持距离的观照 你在这种所形象当中 你的著作心 那是不可得的 要有这种观会 所以我为什么讲 大乘子观 尤其是金刚经的这个绝观 必须要创造跟所缘的一个距离 你要看见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是要让你 去在能取跟所取的 这个恶曲心当中 照见不可著作 不可取 乃至于去正空性的这个道理 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很熟练 练习到那个有距离的觉知 这件事情 就是把恶曲的形象 要能够看见 要能够很轻松的看见 一切形都是恶曲形的 幻化种种相的显现 道理上是这样 你们姑且听之 就这样先记得 以后就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谈 所以五种随所相应的第一个 就为什么要安利 波罗蜜相应形 当作是发菩提心的柱形 柱道品 就是因为 要你第一个 生起行六度的心 有这个意乐 但是呢 在你所形象的过程当中 你要观察 有距离的观察 你的所形象 其实是 自信不可得的 要去观察这个东西 以这个观慧 以这个三末地的观慧 去对峙 散动 退转的心 用这样子去行于六度 这样OK吗 所以他不是不布施 他不是 不管什么像 就乱布施一通 他不是 所以安利 波罗蜜相应行住处的目的 就是要为了要对峙 行六度过程当中的住着性 所以因此 不要去马上谈 什么叫做不住相 要先去理解 先去观察 什么叫做住相 什么叫做住着 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不住着 对不对 那么就要了解 什么叫做住着 底下一大段都是谈住着的相 后 事意我们先不谈 往下看 首先先去定义 波罗蜜进住处的波罗蜜行 他底下我们跳过一行 于波罗蜜进住处 这个行住当中 金眼 菩萨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 我们往前看那个金 我们金总共有三句话 各位标一下 跟我这边是一样 第一个 第一个 菩萨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 有没有 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 这是第一种句子 第二种是 无所住行于不失 对不对 第三个叫做 不住舍不失 不住身相会触法不失 合起来就叫不住舍相会触法 不失 是不是 是不是有三句 三句的意思不一样的 在达摩吉多 吴卓论所取的 这个方言当中 他三个是分开的 为什么分开呢 因为吴卓论是把它分开解释的 好 要谈这个东西之前 那为什么这一段文 是波罗蜜行住处 波罗蜜有六度 为什么这边独独只谈不失 所以先解释 不失跟六度的关系 底下先谈这件事情 所以他说 此为 这一段是意义 这一段是意义 显示对质 在行六度过程当中的 著作性 所以何谈著作 就是等一下主要要谈的东西 好 现在接下来呢 经上说 因行失者 这就是缩相 第二个 缩相就是这个 波罗蜜相应行住处 他的相是什么 他的相就是 行失的人 他总共会有这三大类的相 好 所以这三种 三大类的相 就是行失者的相 所以当你行于六度 行六度的人 总共会有三类的著作相 而三类著作相 都是这一段文 金刚经所要对峙的对象 这样OK吗 所以意义 就是为了对峙 行六度的著作心 缩相 就是这三类的相 就是三类的相 缩三类也可以 缩二十相也可以 等一下我们会说明 缩三类的相 缩二十相 各位注明一下 缩三类的相 哪三类 这三类 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 无所住 行于不失 以及不住是生相 未处法 行于不失 有这三类 或者是二十相 哪二十 求未来国 求现在国 这就是以二十相 行于不失 不管你这两种都可以 以下有两种解释 那么经言 因行失者 就是本段经的说相 那么何以在此 六度却以不失一度 来总色呢 底下就说明了 六波罗密六 六法 色一切 色一切 把这六度都设成一切 谭纳体性固 都把六度的体现 设为一个谭纳的体性 来摄取 他说谭纳有几种 谭纳有三种 谭纳的意思就是 布施是汉文的梵文 音译 那么布施有三种 一个是知生师 就是以财师 我们平常谈到了 玄纳法师的翻译就是财师 知生师就是拿你的财具 去布施 第二种布施 叫做无谓师 第三种布施 就是法师 那么除了知生师 跟我们平常比较不熟之外 其他两个都一样 那知生师就是 谭纳自己本身 其实谭纳有三意 那狭义的知生 就是财师呢 就是谭纳自己本身 不共的特色 那无谓师 就是设六度里面的 另外两度 施罗就是所谓的忍 安忍布罗密 这件事情 尤向周佑老师 也特别讲究 他说 我们一般会讲人 叫忍入布罗密 也对 因为忍入有三种忍 这个广大形象 我们以后再谈 那么这边的施罗 指的就是安忍 因为这种忍 不是要忍得咬牙切齿 那种忍 是要 还是要讲一下 有老师讲的 就是甜蜜布罗密 为什么忍入是甜蜜呢 当你知道 你因为修持金刚 布罗布罗密的智慧 而忍入 而受别人击毁 老师讲是消你的业 你重罪轻爆 你觉得不甜蜜吗 对不对 以你的这个罪 可能要下三二绕去的 可是你就是被人家 击毁几身 你就没事了 这个帮你消很多 很多节的业的 所以这件事情 是应该要安忍的 那么第二种 跟无畏施有关系的 就是惨题 惨题就是忍入 施罗就是持戒 持戒 这两度呢 就是被判为 布施波罗密的 第二类 无畏施 第三种 是法施 法施就设六度的 另外剩下的三个 皮利耶呢 就是精进度 禅 那个字可能 应该是打错的 禅那 禅那波罗密 不是禅也 我想就是打字打错的 第三个呢 是波尔波罗密 那么下面那一段 那是解释为什么法施 要有这三度 他说 第一个 你如果要做法布施 假定你没有精进度 你没有精进波罗密 你没有皮利耶波罗密的话呢 那么你于受法人 所谓说法时 假定心生疲倦 你就有不愿意说法 不能说法的这个念头 这样你心就退转了 对不对 所以精进度的意思是什么呢 精进度就是不把你眼前的得思向当作私有 不把现在顺利不顺利的说法的得思向当作是私有的 说法不要说别人得不得利益 你自己先得利益 其实二度 菩萨行都是这个特性 都是这个特性 所以为什么法施需要有皮利耶 就是需要有精进度呢 也就是说 当你在说法 你对于听你法的人 你为他说法的时候 假定心生疲倦 你就没有能力继续说法 因此你就会断了 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要用精进波罗密 让你的 让你的生语义呢 不退转于道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要有皮利耶波罗密 就是精进度的理由 第二个 那为什么法师需要有禅纳波罗密呢 他说 如果一个说法者 假定没有禅定的心 他就会贪于性进供养 禅定跟性进供养什么关系 禅定是离遇道 是世间道离遇 这样了解吗 因为禅定的乐 乐过于一切世间法 所以因此你 你心中有禅定乐 其实整个生活之据 你所用不多 对不对 多了还对修禅人来讲 反而是个麻烦事 反而是个麻烦事 所以有禅定乐 为所一的人 他就不会贪着性进供养 性进供养都是设法的不思 都是断食的受用 或者是一些设法的受用 所以根本 他根本一个有禅定乐的人 他根本不稀罕这个东西 一个有禅定乐的人呢 乃至于他能够发起着火 在大冷天当中 不用穿太多衣服 这就是可以 他就有能力 有禅定的本事 他就会忍得寒 还有忍得热 寒热 这样的一个逼脑 所以有禅定呢 是能够让你在 这个行于世间 说法的过程当中 不受这些设法的 一些外在的逼迫 也不受一些设法 欲的诱惑 不会 因为在禅定乐当中 他可以圆满这些世间 不受逼迫 所以你在行法事的时候 需要有禅定波罗蜜 否则呢 你为了要得到性进供养 或者你为了要得到 比较好的物质 外在的环境 你就会以杂染心说法 说法是为了要换得一个 自己活命生计的一个 有人说出家 或者是张法师 就是剃个头穿加沙的 一份职业 其实不应该这么说出家人 其实不对的 他们不是来图一个生计的 OK 好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世间心 去做布施法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叫染心说法 那怎么样避免你在世间到 行法 行法师的时候呢 做到这个 做到染心说法的状态 因此你要有禅定波罗蜜 好 那么你为什么要有波罗蜜 这更清楚了 因为说法是要有内容的 不能只是打屁 然后讲讲一些快乐的事情 或者是故事 比喻之类的东西 他必须要有智慧的内容 我经常讲 智慧不是一些心灵鸡汤的语言 智慧是一个能够说明 怎么把心摆放在一个 不受烦恼逼迫的状态底下 乃至于最终究的是一个 把自己的身心摆放在一个 不生起烦恼的状态底下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不是一句 劝告的心灵鸡汤 现在大家都把智慧的语言 当做心灵鸡汤 当做劝慰的柔软语 爱语 定立一些新的目标 老实讲 智慧是一种观察实相的道理跟方法 他远远不是那些 讲心灵鸡汤可以比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智慧 因为这个智慧来自于 你真实观照实相的正量 跟教研的量 你把你的经验 跟你对教研的理解 正确的说给别人 帮助别人也能够去观照实相 而免于被烦恼逼迫 乃至于能够把自己的身心 安住在一个 不受烦恼逼迫的状态底下 这样你就不会颠倒说法了 而颠倒说法是有大大过失的 然后呢 法师必须要建立在 这个精进度 残度跟波尔度 这三度底下 才能够圆满做法师的 所以特别为这件事情谈一谈 在这边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一个祭颂 各位可以把那个祭颂超过来 我们前面的四清 在四清颂一样这一段 各位找一下 第二页 第二页有三个祭颂 第一个祭颂叫 谈义色于六 有没有 知生无畏法 此中一二三 说明修行著 简单白话讲解一下 他说谈那波罗蜜总共设六度 那么因为谈有三种 布施 一种是知生布施 一种是无畏布施 一种是法布施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把知生夸乎 无畏夸乎 法夸乎 那么知生布施呢 就设谈那一种 所以底下第三句 此中一二三 不是随便乱讲 那一是对到知生布施 所以知生就设谈那一支 然后无畏施就设施罗跟残体两支 法布施呢 就设皮利耶 还有残那 还有波罗三支 是不是这样子 那把这个谈那的 把这个谈罗 就是这个布施波罗蜜 所设的这六度呢 圆满修辞呢 就叫做修行柱 OK 所以我觉得用这四句话呢 来记着这一段文 我觉得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要懂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把这四句记 谈一色一六 知生无畏法 此中一二三 明为修行柱 你就抄在这里 如果你是用我们的经文 那就已经把它摆在一块了 好 首先呢 先把为什么在经文当中 它就略说布施 何以它能够设六度的像 所以当说我们行于布施 无助像而行于布施 而这个布施呢 其实就应该把它改称 叫做行于六度 不要把它在概念上认为 只是行布施而已 但是布施的体性 的确可以包括六度的 你要把布施度做到圆满 圆满 你必须要设 你必须要设这 总设这六度 好 底下就开始谈到 注着像总有三类 这三类呢 总共分成两十 底下就开始讲了 比注波罗蜜 有两种果 他说当你在修六度的时候呢 总共会有两种果 可以得 哪两种果呢 第一个 未来 顿典 跟现在 有两种果 就是二十项 对不对 所以请在这里 你就写一下二十项 这个果呢 会以现在跟未来 二十的项显现 所以它不只是 因为你观因果 必然具有现在 因为现在是你的作业处 对不对 当来就是未来 会有你所受果 所受果的一个 这个时间上的 分位关系 那首先呢 先讲未来果 未来果呢 先讲别相 六度对于 你在现在行六度 未来会得到六度相应的果报 底下讲这六度果报 未来果报的六个别相 第一个 如果你修坛纳波罗密 在当来的未来 未来世 所谓未来世就是下一辈子 两辈子以后 会得到大福报 那所谓大的意思就是 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也不是你不失多少量 它就是得到多少量 不是你不失什么东西 就换回那个东西回来 不是以那个想法 那大就是破掉 对于那个英国的 秤值跟秤量的关系 你都要打破 它不是一个一对一 它不是英国形象相等的 那样子的一个像 这叫做大 它会有很大的福报 而斯罗布罗密 会得到自身相续 所谓的自身相续的意思 在一般我们的现在的话 就是得到圆满的增上身 那么对人道来讲 什么是圆满的增上身 比如说升到六一天的第四天 或者是道立天 道立天 就是所谓的道立天 就是第四天 或者是初禅的饭天 其实四禅都叫做饭天 就是舍戒的四禅 所谓四就是第四 饭就是舍戒四禅的饭天 升到第四天 就是道立天 或者升到饭天去 这就是得到自身的具足 具足的意思就是圆满 会得到更圆满的相续相 你的这个圆满的 你这个报身会一生一生更圆满 当你修十戒波罗密的话 你会有这个果 禅题就是忍入波罗密 或安忍波罗密 安忍波罗密 你修安忍波罗密 会得到什么好处 会得到大半柱 大眷属 什么叫做大半柱呢 大半柱就是你的资深用具 或者是很多的才干 或者很多能人大将 你会得到很多的这种帮助 一呼百诺 很多人可以在帮忙你 大眷属这类的事情 这是安忍波罗密 所以你修忍能够成就 这样子的精进圆满 菩萨道当中 非常重要的这些大功德主的伙伴 你的能力有限 但是你只要讲出这个意愿 却有这么多大功德主 去帮你共同完成 这是忍波罗密 所得到的未来果的功德 好 那皮利耶波罗密 所得到的果报 不断绝 因为精进度本来就是相续的为善 所以他得到的果报 就是你所有的果报 都因为精进度可以放大时间 不得间断 不会间断 不会断绝 好 那么禅纳波罗密呢 会得到什么呢 会让你的这个正义恶报呢 不可损坏 为什么不可损坏 一方面是因为修禅的人 他离遇的习气强 所以他依赖欲界生活的条件本来就低 任何东西呢 对他来讲都是受用的 所以因此呢 他都可以用 都也觉得很好 还非常管用 乃至于呢 他有天界的果报 可是他不去受身嘛 他把那个东西转成道梁 所以他的生生 他的正义恶报 都可以得到非常圆满的受用 圆满的受用 只要他一念想 多半那个念想都会成就的 但是呢 这种成就呢 都在护法的前提底下去成就的 所以绝对不能说 哎呀 我现在欠一台冰箱 我想一想冰箱就来了 不会是这样的东西 你所做的事情 一定是跟 一定是跟道法的事业是有关系的 你只要依着法 去起这个正法的念头 亲近念相续 那个念就会让你承办 所以你深深的知据啊 等这些东西啊 受用都 都可以如意 而且不可损患 所以修禅的人通常 通常也都可以 住室比较长的时间 好像最典型的 近代的一个大者 就是虚云老和尚 对不对 他住在禅地当中呢 乃至于被行求 都不至于断命 都不至于断命 我想这是禅阿波罗密的功德 好 波罗波罗密呢 有三大类的功德 第一个 诸根猛利 猛利并不是会放光这样子 而是说他的 功能很强 耳根很利 鼻根很明锐 舌根很能够尝味道 很重要的是义根 猪根猛利 最重要的是义根 他义根对于法成的那种 绝了性呢 很深广 非常深广 第二个呢 多诸越乐 也就是说 容易乐观 不容易消极 不容易没有做 犹豫不决 焦虑成性 做了以后呢 担心害怕 忧郁又打结了 所以他在那 都诸根 六根门头呢 主要是义根 多生越乐 容易积极 容易快乐 不容易消极 不容易忧郁 不容易灰色的人生观 那么于大人众中 得志在故 所谓大人众的意思 包括那些 所谓的权威人物 他可以得权威人物 为路的义注 就是帮忙 他不会去 雀弱于大人 而因为呢 逃避 或者乃至于 雀弱于大人的权威 去被大人所控制 他不但不会 被大人所控制 他可以得到 大人的帮忙 于大人众中呢 得到之战 就是他有 波罗波罗蜜的智慧 好 这个是对于 这六种 六种未来果 六种未来果的 这个别相 那么再讲现在果 现在果主要是两大类 一大类呢 就是现前的 性敬供养 就是那些 施主对你的 那些色身相畏处 这五根身的 实体上的 色法的受用 还有呢 你的五欲六成当中的 一些这个 如意跟快乐 叫献法捏盘 献法捏盘呢 主要是谈的 四禅八定 主要是谈四禅八定 当然它也包括什么呢 包括妙五欲 就是五欲六成当中 一些如意的受用 如意的受用 所以现前果 就可以得到 现前的性敬的供养 或者是四禅八定 或者是妙五欲的 这种如意受用 好 这个先把 这个未来果的六种别像 现在果的两种别像 先表列 表列之后呢 开始对到这三大类 这两十的 业果 跟这三大类怎么样 跟这三大类是怎么样对照呢 底下就说明了 于中若菩萨求未来果 固行施 当你心中呢 会有这样子在行布施的时候 这样想 我今天做这样子 就希望得到相对的果报 这叫做注释行施 比如什么呢 比如所施物还得比物果 比如说 我想得到什么果 我就布施什么东西 心就起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求取心 当我不施钱 我当来呢 就会获得更多的钱 我做这样的一个相对代价的 行施的动机想 这叫做注于事 其实那个事 在于切论 在于为事论里面呢 就是指因果 当你对于你这么不施 或者行六度这件事情 起了一个具体因果实有的 对价的想法 就叫做注于事而行施 这样OK 好 那么 事故今言不注意事行于不施 若求未来施罗等果 所以其实事故 如所施物还得比物果 应该改成逗点 事故今言不注意事行于不施 要改成据点 到这边做一个段落 底下又是另外第二种 对于未来果 这是对未来果的总相 就是当你在行六度的时候呢 你对于当来会受用果报 起了一个一对一 起了一个对价因果必然实有的想望 这个叫做注于事 对于因果起实有的想法 因此行于不施 这样OK吗 所以因此呢 在经上讲说 不要这样想啊 不注于事行于不施 这是第一段 第二个 你对于未来 比如说你行施罗 你就希望生生这个增上 你如果行这个禅纳 你就认为生生不可损坏 这就是对于你所行的未来果 有一个别相的所求 你有一个具体 一向一向别别的所求 这叫做有所住 这样OK吗 所以当有一个总相因果实有的对价的想法 叫做注于事行于不施 当有一个别相 特定因果的一个所求欲 叫做有所住而行于不施 这样OK吗 这是对未来果的两种态度 一个是总相因果实有的想法 一种是对于别相 特有因果的期待 特有因果的期待 就是更具体的 更实在的 对于修六度的个别相 起一个个别因果的想法 或者你不去做个别具体的想法 但是你有一个笼统的 总相因果的实有的念头 这两种 谁起于一种 如果你是起总相的因果实有想 那叫做注于事而行于不施 如果你对别一别的相 起一个具体的求取心 那叫做有所住而行于不施 这是达摩吉多这个吴卓论的版本当中 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 一个总相因果的实有想 具行于不施 别相具体的求取想 去行于不施 这样OK吗 好 这是我们这边所谈到的事情 所以当你对于所失物 会得到一个相对当的 一个当有的果报 一个总相 不是分别于六度的别别因果相 去吸求的时候 那个就叫做注释不施 如果你对于别别相 起特有具体的求取心 那叫做 对这个刚才所念的 这叫做有所住 因为个别相 因果的关系就是有所住 你对有所住有个特定的求取心 因为这个目的去行不施 所以行六度 所以就是有所住而行于不施 这样 应该对到了 好 所以这边就讲了 所以这边行于不施 后面的据点 若求未来施罗等 一直到波尔波罗密去行不施 就称为有所住行施 事故经言为了要对治这种注着心 因此对他说 无所住 因行不施 所以经上所讲的意 这个意义就是要对治这种注着 所以先讲注着是什么项 再讲经的这三句话 各别是要对治这一类的注着心 讲OK吗 经上为什么讲 不住于事而行于不施 是为对治你对于因果的石油想 为什么经上讲 无所住而行于不施 是因为你有所住的别相想 你对六度有别别的具体的求取心 有这种别相的求取心 因此呢 有求取心就叫做有所住 不应当这样子去求取 叫做无所住 是对治这样注着的习气 讲OK吗 而对于所谓的现代果有两种 现代果有两种 一种呢 是求性敬供养 求施主一些设法的供养 这种供养呢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色身香味醋 这五种生根的受用上 眼睛看得见啊 耳朵听得见啊 乃至于鼻秀香 舌肠胃 乃至于身可以醋用 在这种生根的受用上 取具体现受用果的一种希求心 那个叫什么 住设身香味醋行师 OK 而对于受用妙无乐 那种kimoji 去求那种kimoji 那种 就是想象的快乐 那种气氛的快乐 那是一种法层上的一种受用 那种呢 叫做住法行师 把这两句合起来呢 就是住 设身香味醋法 且五成是生根的受用 法成是义根的受用 合起来就是六根的受用 是 你如果具体的对六根 六根的受用 对于现在果会有染灼心 那叫做住设身香味醋法 不识 因此经上说 不应住 不住 设身香味醋法 不识 对不对 不要住于这六根 所取的向上 生心去不识 所以底下就讲了 斯罗等国有众多 不可分别 故总民有所住 其实这句话 你要把它切下来 你把它夸乎下来 搬到上面去 因为上面的第二段 不是求 未来斯罗等果吗 然后底下就PS 未来斯罗等 其实不能如你所分别的那样子 你如果分别各个 使有因果的关系 具体使有 这叫做有所住的心 你以这有所住的心 去行于不识 那叫做有所住行识 这样OK 所以这句话 是应该搬到前面一段去的 底下是讲 现在果的两种项 若求现在果 性净供养故行识 为住色身相畏处行识故 经言不住色等 据点 这个标策是对的 若求献法捏盘 献法捏盘就是妙武欲的受用 或者是四禅八定 如果你为了求这样子的一个果 去行于不识 行于六度的话 称为叫住法行识 跟前面的色身相畏处法 刚好形成六处 因此 这边还 为住法行识故 那个要改成斗点 因此 前面经说 不住于法 因行不识 到这边这个据点 分开来 底下应该就分断了 分断了 好 到这段文为止 是不是就把我们表上了这一个 对于二十 就是未来的果 现在的果 当你对于现在 行六度的现在 现在道 现在这个 这个业品 去希求 未来的当果 会有 会有两种 一种是 总相的 因果 使有的 想象 一种是 别相 具体的求取心 都不应该有 这样子的心 所以当你行事的时候 应该要看见 这样的心 再来 对于现在果 这第二十 你如果生起一个 这样的想法 对于所谓的 信净供养起 色身相位出 五根身上面的受用 或者是法成上 献法捏盘的受用 都叫做 助于色身相位出法的 布施的意乐心 这两种相 未来果的相 跟现在果的相 你起的这两种想心 其实都是 有过失的 要观察他的过失 观察他的过失 好 这两种相 所以总起来 于此二十 那二十 未来果的两种 现在果的两种 于这两十的相 不住相想 不住实有的因果 不住实有的未来 给予现在 因果的实有想 这样OK吗 请问 有没有因果关系 有 你要了解 这因果关系 其实只是因缘 原生的相显现而已 不是实有性的 于中呢 也不应当要于中 起一个我求 我受 我用 的想法 好 这就是 所以 不要把有无当作 存不存在 当作有没有 其实有无是当作 无自信 其实正确的 正面的叙述 是于中观察 它是因缘原生而已 所以于中 于法无自信 于我 没有自在心 对不对 于法 没有实有的自信 可得 于我呢 没有自在心 可得 你只能够进人事 所以一切是 因缘原生的东西 你怎么样 我说了算 对不对 所以尽量去做 请注意 当你只是 去想 无偿苦物 乃至于 观察空性的时候 经常会变得消极 所以在此 无种 谁所向 的摄持 第三个 底下就讲了 又经验 因行不失 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 你要保持 摄持就是保持 你要保持 行六度的 欲愿心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了解吗 在每一件事情 你要为立友情 愿成佛 因此你为了不取 实有自信的 业果关系 而你行于 随分尽力的 六度式 这个OK吗 这有个转折 这有个转折 所以你要 摄持就是保持 你要在 一意识上 保持这个 意乐 欲愿就是意乐 就是你这个念想 是要有的 你明显看到那个心 请问有没有生心 有 这个生心 有没有要去 行六度的心 有 六度行下站 有没有现在 跟过去的时间 分位相 有 那这分位相 有没有现在作业 未来当国的相 有 但是这个关系 你老老实实去 有具体的观察 它就是 因缘原生的关系而已 语法 是没有实有心的 与我是不得自在心的 我现在讲的都是实在这样观察的方法 不要想说 无相 不住相 就是没有相 心就住在无际里面 傻傻 笨笨 壮壮的 这样子 糊里糊涂的过一生 这样子 你也会有业果 但是业果是无际果相应 不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是真实的看到 你在六根门头 有一个欲愿心 保持 为力 众生 愿成佛的菩提心 对不对 这菩提心呢 你要观修 让你的身心 向于无余涅槃相应 对不对 也不要让众生 起一个 贪生痴相应的心 都是要 摄持在 以无余涅槃为上手 去行布施 这样一个道理 这个欲愿 这个动机 是要有的 他于中所看到的 时间分位 你要看他 从过去不给 现在自信 就如现在 不给未来自信一样 一时一时 都是因缘原生的 对不对 何有现在 至于到现在 过去至于到现在 现在有之所以 到未来去的 那个必然性呢 有没有于中 我得自在的 必然性呢 也没有 把这种 实有的颠倒想 把那种 总相的因果 特相 别相的 求取心的 因果 颠倒想 都看见 而了解 这些颠倒想 其实都是 因缘原生的 与法 没有实有心 与我不得 自在心 常作 如是观 而且前提是在于 那个意乐 不削减 不要因为空观 无我观 无常观 苦观 而让你的 这个菩提心 降低了意乐 你要保持这个 威力有成 愿成佛的意乐心 因为他无自心 因为他无我 所以我要尽性的做 随分的做 随缘的做 对不对 不助于这个 时间氛围的想法 不把因果 之为私有 不得 常乐我 见的颠倒 你要常作 如是的观想 带着这个观想 而不是去 对抗你的烦恼 实际上烦恼 根本不发生 所以呢 我们的 第三个项 所以第一个项 是为了要 对峙 注着 对不对 这边就谈到 为什么要对峙 两十 三类的注着心 那么说项 就是要说 这三类的项 说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 怎么样做 无所住 行于不失 怎么做 不住 色身相位处罚 行于不失 怎么做 三类的项 就要说项 色词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要有一个 我应当要行六度 为力有成 愿成佛 这个菩提心 你要一一项 去对镜发起 对镜去发起 所以菩提心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每天早上的仪轨 每天早上的仪轨 也是个总的 然后呢 一一对镜当中 一对镜 起这样一个 对镜项 对镜项 这叫做 设词不失的预约 因此金言 到这边 到这边是个段落 然后底下一段 金言 不住行思 是我们五种 谁所相应向的 第四个案例 所谓的不住行思 就是此不住 为案例第一顾 这边的不住 就是第一 不住不是有所住 而不住 不住是因为 无所住 故不起一个 住着的想法 我再讲一遍 不住不是实有所住 你故作清高高贵 而不去住 是因为实在 你去看到他 无所住 而你不起一个 住着的想法 当然 因为住着就是 就是一个染着 就是一个直取 你明明看到他 无所有了 还起一个 执着求取的想法 是不是很颠倒 就像你 把酒脱汤 看着空中有花 然后空中有花之后 第二个问题是 那个花是红色 还是黄色的 是不是颠倒上 再起颠倒 你知道它是虚空花 是望远所见 你看望远所见的 向上再问分别 再问贵贱 于中再起得失的受用分别 是吗 好 这就是这样 一切法要观成无自信 于这个受用 没有使我可作主 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象 叫不住 不住就是一切法的实相 实相名为第一 于中以不住相故 显示如所有事 第一 不住物等 是所有事 因此经说 菩萨因如是行尸 不住于相像 这段话 这段话 就是第五个 谁所相应的显像 显现 显现 显现呢 就是我们前面三个 欲愿 相应三百波提 跟色散乱心 的三意 有没有 修行是不是要修这三个行 云和修行 是不是要修三个 一个保持要有成佛的意乐 对不对 为你有成愿成佛 这个心要能够有 预愿不是有了吗 应不应该先不失 应该的 这是本来是 对不对 举手之劳 可是你寻相 有没有相可住呢 没有 实无所有 你可住着的相 没有住处可得 没有法 没有自信 我没有自信 而你的身心呢 就保持在这个 不与二十 三类的向上 起颠倒 石油的想法 这样子 安住其心 就是云和修行的第二个 相应三百波提 以及第三个 色散心 这样每一个住处都有这个 怎么样保持 阿努多罗三百三百波提 的预愿 怎么样保持你的心 在那个石像上 安住 三百波提 怎么样让你的 闪动 退转的心 得到对治 这样OK吗 所以随时每一个住处 都有三个功德 第一个 升起菩提心的 真上相 第二个 对安住石像 起一个稳定的 相应的三百波提 相应于什么条件 你心就安住在 那个条件的真如上 第三个 各种闪动跟退转 就得到 就得到相应的对治 就得到相应的对治 所以你看 我们之前不就想过了吗 你去行于不失 当你有这种意乐 欲愿不是设辞住了吗 你六度去降心 六度你又不去思维 总相的因果实有想 以及别相的因果实有想 你知道这是能力上 可以帮助的 因此你去做这件事情 举手之劳 因此你心就安住在真如上面 心就闪动不去乱想 对不对 以无助相为真实 安住其心 就是相应三百波提 而这样的安住心 心就不闪动 不在取向上 去起一个 好坏贵贱得失的闪动 而闪动如果如意的话呢 就会更增加 有所得的颠倒 如果不如意的话呢 心就会退转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你有这个意愿 还要观察不住的事实 因此呢 心就安住在那个 相应三百波提上面 因此你的闪动跟退转的可能性 就不发生了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它不是对峙一个烦恼的果项 不是一个贪出现的 我就拿界定会去跟贪 贪对抗 是让你的身心 透过对实相如实的观察 让烦恼不生气 乃至于会警觉到你 长长了我 竟有我有自信的颠倒想 那是不真实的 这东西不真实 怎么直取呢 怎么染拙呢 顾念什么呢 不是 不是奇 我不甩你 我不理你 我跟你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心就连在那里 你就老实放松地看着你 你是什么样子 你因缘原生 无自信 请问我要直取哪一段 时间氛围上不可直取 因果上不得决定 法无有自信 时间上你不得我的自在心 你请问著着心怎么生 而没有著着心的相应 你心就安住在三百波提上面 闪动的因缘没有 退转就不会发生 而不是等闪动跟退转的果相 发生的时候 再去对抗这个闪动 跟对抗那个退转 不是 所以智慧是一种安住在 真如三百波提的相状 而这种安住 其实就是在于欲愿为先 以菩提心为先的 实相的观察上面 这是一个菩萨的一种观会 现观的智慧 一种保持如实现观的智慧 因此你的身心 可以安定在三百波提的相续上 而心就不闪动 不闪动 菩提心就不退转 这样子的道理 是不是很熟练 它不只是道理 不是你们同意 Approve 因此就下课 是会 你要懂得看到什么 就是文上所说了什么 讲OK吗 好 回顾这五个随手相应 第一个 为什么要安利波罗密相应住 为什么 为了要对质 你在行道品上面的著作心 好 著作有几种相 未来果相 现在果相 现在果跟未来果 各有两种相 分作三类 因此为了对质这三类的著作心 佛对苏菩提讲 不注意事 不对于因果的总相 起电道相 不具因果的别相 起具体的秋曲相 不具现在果 起实有的色身相畏处 乃至于法成的 实有相 如何观察 观察他们都是因缘原生的 都是世心分别所限的 对不对 于中于法 没有正式之心可得 于我不得之在 谁说了算呢 对不对 但是欲愿心设持底下 心就安住在这种相应的三类波底下 心就稳定 全然的觉知 相续的观察 心不闪动 意就不退展 是吗 这个就是整个 整个 这个菩提心的修持过程 如果详细拆解 各位就可以去读 《遇见识论卷》 44到45 总共有15个菩提之分 从惭愧开始 到四法温团 很详细的去讲 好 那这个是 艳离 艳离什么 艳离那些颠倒不真实的想法 艳离 可是除了艳离之外呢 佛法还是很慈悲呢 有那个相反的心求 请问 如果因果是真实的 那么六度的因果 虽然不起具体的求去想 请问它有没有 因缘是有的了 这个有是法性有 因缘何何 它就会显现有 需不需要你用染灼心去爱取有 不需要啊 所以 这个注着心不要生 可是它会不会发生 因缘据述它就发生了 而且它发生 你心量有多大 它的福报 就会有多大 为了要劝慰你的心 不要多于 无忌或者是多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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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萎靡不正的状态 因此要跟你讲 这个功德 无助向形式的功德 很大 很大 跟你讲 有三个因缘 它很大 所以我们回来看经文 经文怎么说呢 为了要讲福德很大的这件事情 而且呢 佛就跟虚伯提讲说 这个 菩萨因如是不失 不注意相想 为什么呢 因为不注意相想 就跟底下的问话是有关系的哦 若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量 这是结果 总说 佛就跟虚伯提讲说 你觉得如何呢 东方虚空可以想象吗 佛也设尊 佛就跟虚伯提再说了 同样的道理啊 南西北方 四围上下 的虚空可以设良佛 这段文的意思是什么 是跟你想 虚空本身的体像 它的方圆大小尺寸 乃至于方位跟空间跟时间 都不可以设良 不可以设良 问题虚空有没有 你随便 你多大的东西摆进去 虚空都可以容纳它嘛 对不对 所以虚空不需要 你用思量去想有跟无 设法的因缘只要具足 它就会显现于虚空中 对不对 虚空都容受之 就跟你对于福报的想法一样 我叫你不去注着福报的石油 可是福报因缘显现的时候 它是不是显现于 如虚空当中有 你心要求取心 因为求取心就是给它一个框框 我的福德就这么大 你怎么样一个有量的心 怎么样去想 我做这个六度 它的结果就那么大 你可以用想 你就有限量之大 你不去想 它是不是如虚空的大小 你的因缘有多大 它是不是就显现有多大 底下的例子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你不注向布施的时候 它的福德具 为什么不可思量 就跟你对于东南西北 四围上下虚空 不可思量一样 可是你如是起 修六度的意愿 相应于三脉波底 不闪动其心不退转 因果具足显现的时候 它是不是如虚空之量 可以得意显现 如虚空之量 倒也不需要想象 它的大小 连大小都不需要想象 它该有多大 就有多大 对不对 因果是不欠你一分的 求取会让你心闪动 心闪动会让你菩提心退转 你不去起思量心 你心不起闪动 菩提心就不退转 它的功德 就比有相有量的心 会来的大很多 而且于中得志在也 有道理吧 很有道理 这不是说第一意上去想 才有道理 连用世俗地想 它都有道理 对不对 如果法性因果之 当然它就显现吗 需要你用求取心 染灼心 练心闪动 不得之在 结果还不如意呢 还是你根本不取这样的想 就把你现在 练习你的 练习你的家行志 把你这个不住相的功德 对于实相的智慧 提升的稳定一点 对不对 随其量而应有的发生 需要你用有量 有限的心去求取 而不得之在 不需要 不需要 这是真实可以观察的 对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也是一样 你做的每一样事情 都在那边精心计较 用大脑在那边计较 因果关系 你会有多苦啊 对有多苦 你之后你妈妈一杯茶 还要想吗 需要 不需要 就举手之劳的事 何况一些 需要精心计较 因为你过程当中 需要去 需要去 真正解决的 用心的多的多了 那个多 都是方便家行的智慧 那个家行的智慧 你先得利益 虽然你是为别人笑 可是你自己先得利益 对不对 何况愚忠 还是保持在那种 还保持在那种 无分别山摩地的 僵硬心下 心不闪动 不闪动 你还有保持 那个摄持的 那个意乐 菩提心就越来越增上 每一次 越去实践 得真实 你的心就越增上 菩提心就越来越确定 所以你看 菩提心的成就 解脱心的成就 是不是两个心 同时 无碍 平等运转 是有先什么 后什么 这个就是讲了半天 玄了半死的 那个无恶的意思 无恶需要去 用一堆的玄学 哲学去论断 不需要 对不对 道理就是这样 常常就是这样看 好 那么 后面还有一段 后面还有一段 他说 所谓的这个 不住相想 为了如是建立 不住的缘故 或有菩萨 贪腐的故 于此不堪 不堪就是不堪人 他做了半天 无所得 不可得 空无我 都把那个 当有的福德 都消灭掉了 为了要说明 这无所得 并不是实在没有 所以世尊 就显示不住 虽然不住 但是 行于六度的福德句 甚多犹如虚空一样 因此他说了三个因缘 所以虚空又底下 三个因缘的说法 我们先一文 再用我的意思解释 那么为什么 佛在这里 为虚菩提 以三个 以 以 东南西北 思维上下的 虚空做比喻 形容无住相 而形于不实 所得的福德句 就跟虚空一样 虚空的比喻 代表三个意思 第一个 虚空是骗一切处 骗一切处 虚空就是对于 所谓因缘果 所发生的 所在不起 决定的处所想法 对不对 此当有 此不当有 就是有处所的分别想 对不对 但是虚空是骗一切的 骗一切骗到什么程度 请问 虚空所在 名为虚空 对不对 设法所在 有没有虚空 有 当设法在的时候 他就是驻虚空 离开的时候 虚空又还原他的像 所以虚空是骗一切处的 骗一切处的 所以你骗一切处的虚空向上 请问你可以去思维 你在中 因缘和合所显的福德据 应该会有多大吗 无法思量 对不对 所以 于住不住向中 福生骨 你不需要去想 它会有多大的福德据 在虚空骗一切处的 可能性底下 因缘该有多大 福据的像就有多大 这是骗一切处的意思 骗一切处的意思 你根本不需要 存在哪个银行 然后到了哪里旅游的时候 还要求银行当中 提领出来用 随手可得 骗一切处可以受用 第二个 宽广高大殊胜 只福德据的形象 而且它的时间氛围 我们不是要对于 现在跟未来的时间 二相想不起 不值为时有吗 对于无尽就尽不穷 所以它有三种虚空的意义 第一个 骗一切处 第二个 他福德据的宽广高大 以及殊胜 第三 时间氛围上面的 究竟不可穷尽 三个项 那我们在 为时论上 经常用虚空比喻 底下的意思 第一个 第一个 一切法可容受 它不做分别 一切法可容受 它不做分别 第二个 不可污 就是虚空呢 你拿多少的彩色 想要去泼墨它 想要把它染成什么颜色 它可不可以被染 不可以 第三个 虚空的最重要的特色 虚空不住 可是不住并不是没有的意思 它不注意过去 它就会应用和该现在显现 就现在显现 未来显现就越来显现 所以因此它的时间氛围就怎么样呢 无尽就尽不穷尽 所以在维斯论把虚空的比喻 讲成三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怎么样呢 皆可容受 就是它没有限量的 你因缘该有多大 它就显现多大 第二个 它不可被杂染 不可被污染 你拿什么样子的心去分别它 它都不受染 第三种 它无穷尽 它无穷尽 因为它 它每个时间上的氛围都不住 为什么 它的无穷尽 无边 无量 究竟不可穷尽 所以虚空 虽然它是一个概念名词 概念名词 在于邪论 在白法里面 它是属于心不相于心法 可是它用来辟语 无为法 就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 它没有方分 第二个 它不受污染 第三个 它时间上无助 无穷尽 这是虚空的三个特性 因此用虚空来比喻 你只要心跟无助的实相相应 你的福德具不是有跟无的问题 它该有多少 就会显现多少 而且它时间氛围上 无穷无尽 所以你需要去担心 你去这么做 而没有適当的道果 可以去滋润你的生命吗 根本不用担心 根本不用担心 反而如此 你更行于这样的一个六度 不生障碍 这是这一段文 这段文 归纳起来 这五个随手相应 我们再回忆一下 意义 意义就是 为什么要安利 波罗密相应注 为什么 为了要对峙 行六度过程当中 一些著作心 那著作有几种相 未来跟现在的两种 二十相 或者是三类相 为了对峙这二十三类的相 因此佛说三种 第一个 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 第二个 无所住 行于不失 第三 不住 设身相未处法 行于不失 对不对 就把这个 这个这样 那请问 既然无住相 不住于事 不住身相未处法 请问要不要行不失呢 要行 这个对峙的意乐心 要经常生 对不对 越去生 越不得障碍 于众越不起颠倒 你的智慧 是不是越来越增上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于众地义为安利 对不对 安利 安利为什么 就是不住 不住就是个事实 不住不是有而不去住他 是实在无所住 而他功德不虚 所以后面就总瓜 无实无虚 空观观他不实有 可是呢 福德受用 却不虚 对不对 于法 无自信 于我不自在 可是受用不无为 那既然是这样子 法性当有就需要 你需要去求取 你需要染拙 你需要顾炼 顾才有吗 不需要 反而要在这边呢 放松了 要贴近十项 与无助相应了 你所得的福德具 怎么样呢 该有多大 就有多大了 是不是这样子 于三界分位 于狗龙种 著作心当中 不住 要福德具呢 无量 无边 无尽受用 这个不是一个理性思维 你与理性的一一向思维 要得到这种亲近的信心 亲近的信心有了 你的宗教勤操就会生 所以在各种不堪的情况底下 在外人看起来或许不当为 你心中就有一个 自其不可为而为的一种勇敢 而六度的过程当中呢 就在中间锻炼你的心 锻炼你的心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就把无佐论的这个项 所以 我不想你们 不是我解释的好不好的问题 是你们 透过我这样的导读 回来再去体会 无佐论 会把这句话 解构成这样 真的 我不是看我们汉传的读解数如何 实在是我看过读解数也不少 可是这段文可以把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解释成这样子 有道理 有方法 又跟维色论相合 可以道理 而且起这种观修的一种相应性 你觉得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不是要你们赞美我 实在是赞美佛菩萨 实在是赞美无佐菩萨 实在是每次看到 就在那边想 所以读佛法 读佛法的经浪 已经有一种癖好 实在世间 意乐当中 没有比这个还快乐的事情 虽然现在能做到的 还是一分一分 可是呢 它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 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亲近性 会一分一分的 然后呢 你慢慢 你的能力 其实就会 随着你时间加强而加强 好吧 所以希望你们呢 老了最好的一个 休闲娱乐 就是读经学论 读经学论 虽然修行不见得要读很多的经 不见得需要具备有很多佛法的知识 可是这些佛法的知识 会让你真的 用世俗的话 明白很多很深的道理 原来那么多深的道理 不是要学辩论才会的 就合理的 跟世俗地相合的想法 真实的去跟限量的五蕴生命 去观察一下 你可以对照的 你可以对照的 这样OK吗 好 我们对照到前面 诗经的论的这段文 第二页 未来跟现在的两个时间 与此二十 不是二十 两个时间 两个分位的时间 未来的梁工果 现在梁工果 对于两个时间的分位 总共归纳为三类的布施相 布施的形象 不要起这种 实有的分别想 这样OK吗 所以无 所谓的不住 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不住 所以什么叫做不住 就是不住于象的象 那个象 是不要起那个象的颠倒想 你要把这个象 用我们音乐原生的道理 去起实相的观察 对不对 在无我观上 要跟无常苦无我相应 在法空观上 要跟无自信相 起相应相 法与观法无自信 观我呢 不自在 但是受用福德不无 他给一个很棒的比喻 东南西北 思维上 现在虚空 如他不可思量 可是因缘和合 于众呢 该有多大就有多大 对不对 你说有无说意义都不可能让他分别 而且呢 他无尽受用 他无尽受用 你这三种意缘呢 说那个虚空的广大象 虽然不住象的行于六度 可是他的福德具 不可思量之道 也不用有无意义去系论他 不用 这样OK 回来 我们看看 世间菩萨怎么解释密勒的论 我们直接就看他的这个三个寄送 所以这段文 他用了三个寄送来加以这个种词 第一个寄送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谈意色于六 知生无畏法 词中一二三 名为修行著 那文基本上跟前面一样 我不重复了 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 何故为谈波罗蜜 而说为六波罗蜜呢 因为一切波罗蜜呢 可以谈波罗蜜的象意来显现 一切波罗蜜谈象意则 分为三个 所谓知生 知生不失 无畏不失跟法失 而谈波罗蜜呢 因知此意如何 知生者即一 谈波罗蜜体名 故 无畏谈波罗蜜呢 有二 为斯洛波罗蜜 产提波罗蜜 于以作为作二 不生不畏 所谓的无畏 就是对于以作为作的 不生不畏 不会害怕会去造 不会 那么法谈波罗蜜呢 就是法师 有三个象 一个是比利耶波罗蜜 等于法不疲倦 善知心如实说法 这是禅波罗蜜相应 此即菩萨波罗蜜 修行住 那个斗点应该斗一道 善知心斗点 善知心是禅纳波罗蜜 如实说法 斗点 如实说法 第三个就是波罗蜜 不疲倦 是精进波罗蜜 不疲倦 就是讲精进 善知心讲这个定 定不是讲不动 是讲能够善知心起 善知心灭 对不对 于中有距离 保持稳定 放松的觉知 便是他种种形象 于相不止取 如实说法 说出那种身心 不被烦恼欺负的实相的道理 此即是菩萨摩克萨修行住 所以修行住总共就是要修六度 而六度讲一个坛波罗蜜 就是总摄其六 如相 相就是以前 如前面所讲的三种坛 摄六种波罗蜜 四名为菩萨摩克萨的修行住 愈何菩萨不住于事 而行于不失呢 如是祭言 自身即报恩 果报失不着 互存己不失 防求于义事 底下 世经菩萨这样解释 何谓不住于事呢 不着于自身 不着于自身 就是不住于事 什么叫做无所住呢 就是不着于报恩 报恩就是不去直取 我这么样做多少 人家回馈我多少 不住于事呢 是我做多少 不必是我受用多少 讲OK吗 我再讲一遍 这很重要 在世经菩萨讲的比这个无卓 还清楚的地方 我们前面的经文 不是第一个 不住于事 行于不失吗 所谓不住于事 是不着自身 是不着自身 得果报 我去行六度 但是我得不得果报 我不去起我得不得的想法 讲OK吗 第二个呢 无所住 我们刚刚讲过 六度因果的各个具体的 实有的求取心 就叫做有所住嘛 而无所住的意思是 不着于报恩 不着于报恩 就是因果的对当性 我做这么多 不一定 不一定需求别人 回报我这么多 报恩者为供养 恭敬 种种等门 如今说 无所住者 不住于设身相畏处罚等 为不着于果报 对于果报不起设身处罚的一种受用 分别想 何故如是不住行于不失 既言 互存己不失 防求于意识 若着自身 不行不失 为互此事 余生不着 若着报恩果报 舍佛菩提 为意义行于不失 为防事行 余世不着 好 这段文 其实对文也很清楚 纪文的后两句呢 互存己不知 防求于意识 是怎么解释呢 相对于前面 自身与报恩 这两件事情 如果你着于自身 你认为 这样对我有没有好处 对不对 如果没有好处 因此我不做了 如果你着于自身 当得这个不失 或六度的道果 你才决定行不行的话呢 那这个是 这为互此事 余生不着 为了要防止对质 起对于自身 行私得果报的一种 颠倒想 你为了要防护这个心 对着这个心 因此对自身 就自然会去 起实相的关照 你不着于 你不着于自身 受用 道果的必然性 这样OK吗 好 第二个呢 如果你着于 我做多少 会得多少 如果你着于 报恩果报的 必然关系 就舍掉佛菩提 佛菩提说 我回报众生 因为众生让我能够成佛 我今天 回报众生 一二 其实是当然 何况他去要求 有所需求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为别的 不同的想法 意义就是颠倒想 我为什么要 为了种种的颠倒想 再去行于不失呢 为了避免自己这么做 所以对这样的因缘 就不去造 所以简单的讲 不注意事跟无所住 总共设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跟自身的因果关系 第二个是报恩 求果报的这个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是受用于自身的有无 第二个呢 是你做的业 跟所得的果之间的对当性 这两件事情呢 一个是与我自身受用 一个是与法 与那个行师 行六顿那个法的自信 不起私有想 简单讲就是两件事情嘛 与法不起私有想 与我不起得自在想 刚好对峙 我执跟法治 这样OK吗 那请问 我不去执自身 就是什么 我空 不去执报恩 就是法空 因为呢 你做的业跟果之间 因果是无自信 所以你就防报恩 石油的电脑箱 如果你要观察自身 自身是无所有的 是无我的 是不自在的 所以呢 你就起了我空观 是吗 而你依着我空 跟法空的相应 行去行于布施 你就不会对布施的因果 其过去 现在 现在未来 以及三种类的 分别事实上的 石油颠倒箱 过程当中 你布施的功德 很大很大 不可限量 可是呢 你刚好又可以去 相应两种空观 一种是我空观 一种是法空观 其二空的相应观法 是吗 所以我有没有实际上 在普团上修观 没有 可是在一意识上 对近恋心 倒是常坐如是观 可是这个常坐如是观的 观法 却要在禅坐上 由你修学定制良 经常锻炼正念正知的觉知心 由你文师会所成就的辨识 对于志向共向的辨识能力 对不对 对于相 岂如是知 然后在善知其心的定的相应底下 你不为相转 不为相转 所以整个调伏式就这样发生 所以致辞以下 说云和菩萨降伏其心 此事因之 云和降伏其心 名为降伏呢 记上 纪言就讲了说 调伏彼是中 远离取向心 把取向心画起来 极端种种仪 亦防生成心 把生成心放起来 我们总说就是防两个心 第一个要防有心生起 第二个要防于中取向 我们经常说 取向生心不是两段话吗 取向就是取至心的分别相 生心就是安利明言 再相续直为实有自信 这三段话 我要你们背第三句 调伏彼是中 远离取向心 极端种种仪 以亦防生成心 简单讲 第一句跟第三句 可以不理他 整个菩萨于六度观想当中 就是要观两件事情 第一个观自己在取向 你怎么取向 第二个观察 取向你取的分别 分别就是你安利的标准 你安利的什么标准 把向取下来之后呢 你安利明言 安利种种的明言 说高说低说软说近说长说断 说种种明言 然后再进一步 直以为有自信 因此生种种烦恼 所以远离取向 是对于取向要如实之 知什么 知知心分别自信向 而不是直所取向 远见为平 如果说分别 时有故 不是起这种垫倒向 对于所取的向 知道 所取的向 是世心 自信分别的自信向 因此对于所取的向 不直为实有 如实之 于所取的向 所生的心 怎么来的 安利明言 直为染尽 而有的 明言是你取的 对不对 像是你 像是你取的 明言是你安利的 可是你 以所安利的明言当中 直为实有了 看见 首先是要看见 自己如何取向 如何安利明言 而你在安利明言的 颠倒响当中 怎么样生起贪嗔痴的 相应性 在此看到这个心 相续的生成 于中学习 为师无益 或缘起 星空的道理 因此起了一个 不取向 但行于不思 的一种意乐心 这样OK吗 好 那你看 那个事情 不知道怎么解释 此文书何益 所谓不见失物 不见受者 不见失者 那个不见的意思 不要说没有看见 是看见所失的物 看见受失的人 以及看见行失的人 都是因缘和何所生的 你不见他 使有自信可得 这个叫做不见 这样OK吗 是要先如实见 所失物 受用者 以及行失的人 他是如何的因缘原生 如何的被你心 分别自信向 取向而生心 对不对 看到这个过程 因此你于中 不见 失有自信可责 你不见 有常乐我见可取 当你不取于常乐我见 你就不起 有自信的颠倒想 你心就不生烦恼 于烦恼生起 也不受欺负 因此既言 调伏彼士中 彼士就是在 一切因果事实上 愿你取向 既然这一切都是 因缘原生的 因果相应相 你于中要取什么向呢 于中要取什么向 那天广州有一个学长 透过微博跟我联络 他就贴我一段 实在是不愿意 让别人看到的 我有一次 唯一的一次 到儿童营去演讲 我还戴了一个 褲褲褲的 这个黑色眼镜 那么 他就放了个东西给我看 后来呢 他又放了一个 我在大专营的 那一段 一段那个心得分享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就把那个片段 剪出来给我 给我看 我于中怎么讲呢 我说 这是什么样 举手 这是什么样 放下 如果是这样 举起 放下 如果一直这样做 笑 他就举 他说 这一段 对他来讲 影响很大 他说 这段的比喻 让他充分的明白 什么叫做取向 安利明言 其实你就拿什么起点 然后拿什么终点 就把那个向 绝对起来 叫安利明言 可是如果你一旦 相续去观察 保持观察 对不对 于中 有什么像 可以断掉前后 独立为名呢 如果举起来 没有相续的放下 举起来不是累死了吗 举起来 如果死有都处在那里 不是累得半死吗 放下 如果只是放下 颓废的样子 那就不起用了 对不对 所以 行相续 其实就是一个 相续作用的 作用的功能像 于中有相可取吗 实在没有相可以取 那相都不可取 明言可以安利吗 不能 你要取相安利 都是自信分别 自信的事 与实相 啥关系呢 实在没有关系 实在没有关系 那我跟那个儿童银 讲的也是类似的一个例子 所以觉得很好玩 好了 不说了 这个事情会再也不干 好 调夫鄙视中 就是对于因果 事实上中 根本没有相可以取 如经中说 叙伯底亚 菩萨因如是 布施 不注意相相 不对二四星 不对三种相 起实有因果的想象 对不对 你对于两个时间分位 三类的布施相 你如果不取一相 不取分别名 对不对 因果的实有自信相 就不生了 对不对 不生怎么会有有无 怎么会有染尽长断的问题呢 没有 所以那天我又把我的笔记翻出来了 其实这两句实在是不错 世生圆灭形相续 云何一物可当情 你看于众当中 有哪个东西可以当真的呢 对不对 只有了别心生 一念了别心生 你说了别的 因缘就参而灭 只有形相续 无有相可取 无相可取 名言都是空 于众 于相起长断 染尽 贵贱 种种的贪嗔 之相影响 真的是颠倒上的颠倒 对不对 何有一物可当情 你于众 情直的生灭 对不对 那种烦恼的生灭 实在是颠倒又颠倒 真的是一时 心情的感受 时间还有 我昨天 昨天有个感慨 其实我不太 不太有机会 常常看到 昨天我看到那个片段 就是 那年花开 月正元 对 里面呢 男女主角 谈到这段话 那个男主角 名字叫赵白石 他是一个 陕西县的巡抚 他被那个女主角周寅问道 你不是一个很有 清白原则 跟这个 梦想的人吗 他说 清白 我过去以为 我跟我的老师是清白的 结果他害我 结果他也是 他也是 徒利的人 他就说 我不管处在哪个阵营 请问哪个阵营 才是真正清白呢 第二个 从来没有清白过 第二个呢 他说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不去追求我的清白 问题是 我不管在哪个阵营呆 都没有清白这件事情 第二个 什么叫做原则 如果原则有坚持项的话呢 我所坚持的原则 就变成人家控制我的把柄 我的智慧就博生了 请问我能够坚持什么原则 那是我的梦想 他说 他当读书人 去求取公民 就会两个梦想 第一个呢 第一个是 诚心立志 一个叫做国富名强 他说诚心立志 就是把那个官僚的 那个制度 弄得清明一点 他说根本没这个事 这种啊 所谓的诚心立志 是打这个口号 干什么事呢 党同伐异而已 对不对 跟我一样的笼络 跟我意见 政治主张不一样的 我就排斥 什么叫做国富名强 国富名强 根本就是夺取阵营的一种口号罢了 可是呢 他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有原则 就不取清白 也没有梦想 他说 我已经放下所有的执着 我如果不得不在哪个阵营呆 于衷就要战于应对就好了 在里面呢 做符合我的原则的想法 不把我的原则 变成别人把住我 控制我的一种 一种愚痴 所以啊 真的我觉得 这件事你可以去想想 很多很多 其实 很多读识人 尤其像我们学佛的人 经常会变成 着相 金刚经就一直在谈着相 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用相当一种 评判世间对错是非贵贱的一种标准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反而成为一种颠倒 反而成为一种颠倒 菩萨所谓的无相 不是说你任意而为 而于衷是真的有一种智慧的 好了 不为这种世间事去分别了 回来这样子 不注意相想 我们今天讲 相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 是有时间的氛围 第二个 是由你所行度 行六度的三种关系 其实是两种关系 第一个是自身跟报恩 对不对 自身跟报恩之间 你要保护自己有没有 你要对于那个因果关系的 实有跟不实有 起颠倒见 其实都在这样子 所以呢 归结下来 归结下来 就是要对于你自己的取向 对你深沉贪吃吃的相应相 要起如实之的一种观察的智慧 所以接着呢 为了要劝慰你的心 不要去堕于这种 这种 这种 艳离的过失 因此呢 说布施的利益 何以故 始终有疑 如果离开六度 等布施的相想 怎么能够成就布施 六度的果报福德呢 比人如是布施 其福转多故 接着呢 说布施的利益 如今说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向布施 其福德据不可思量 虚伯提 予异于云合 东方虚空可思量 佛虚伯提 佛也失尊 如是等 何故说 修行后 赐显布施利益 以得祥回心故 是以赐说布施利益 此予云合 不住向 行于布施 成就异故 成就这个异 成就异 这三个字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成就异 来 维诺 你把庆垂拿起来 靠一下 想了吧 不要敲 不想是吧 妙老就是讲 这就是成就异 这就是真如意 那你听我 因缘何而 还有你耳根不坏 你就听到声音吗 这需要谁去逼他发生的吗 不需要 那他可以发生 你可以让他不发生 这样子吗 不会啊 对不对 因缘何而 该成就就成就了 佛陀就举一个更好的例子 在阿含经里面 他就拿起石头 往河里面一丢 你持周 你观想 不要沉下去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倒一波油 油 跑到水面上 你持周 观想 你沉下去 可以吗 不行 他永远浮在水上 他说法性当而 法性当而 这就是成就意 法性意 真如意 这就是空性 这就是空性 空性有什么好玄的 一点都不那么玄 你就保持一个简单观察的心 不取争议 不起闲准 不得 不起争议 不起损减 对不对 该怎么有 你认识他怎么有 该怎么无 就认识他怎么无 于中老老实实地看见 你于中 在哪里取了一个 不死有的相 于死有的相 却不认 在这地方 如是知如是见 那就信结法相 无生法人 就一分一分成就了 菩萨的智慧 菩萨的智慧 是成就于这种无生法人 成就意 就是成就这个意思 至此以下 一切修多罗 视线断生疑心 断生起这个疑心 疑心就是 有无 疑意 就是你要断这个疑 断因缘 原生的法 没有生起 可得 哪来还去问 有无 哪来还去 在有无之后 问一跟义呢 当你观察一切法 因缘原生 无自信的实相 当你如实了之的时候 一切 有无意义的疑心 都要断了 你不起 有无意义的疑心 就不多于戏论 不多于戏论 你会远离烦恼的欺负 超越轮回 若不住法 而行于不失 云和为佛 菩提 行于不失 我如果说 不住法 行于不失 为什么要为了 征集 阿努多罗三百三 菩提 行于不失 断这个疑心 所谓的 阿努多罗三百三 菩提 只不过是 观一切法的实相 不是实有一个 什么果果可以拿 阿努多罗三百三 菩提 就是观一切法实相 心相应的状态 无上正能正觉 这个决心 已经不再 有什么东西 可以超越了 只是把心 摆在一个 决心的 相续住的情况底下 只是这样 让一切行 跟本觉相应 到究竟不间断 任运圆满为止 因缘成就了 自然就圆满 成就在那个品位上面 对不对 你该有多少功夫 它就是什么 像显现 你争一分不得 减一分也不有 是不是 这些东西 都不是用有所得的心 去正一分 减一分的 它就是如是知 如是见而已 好 这段文 我觉得非常重要 点出了不住的意思 要讲不住 先得要认识 住着的 两种时间的氛围 三种品类的形象 于中不住 是要去观察 心如何取向 心如何生成 而取向跟生心的内容 如何无自信 如何不自在 对不对 所谓的不住 是指所取的相 跟所生的心 是无自信 是不自在的 但是 他的受用 福德 却如虚空 不可思量 一样 不是由思维 有无意义 而有无意义的 对不对 该有怎么样 他就如虚空一样 不可限量 不可染污 的一样 受用无尽 如是显现 一切法成就义 这段文 就是本经当中 总标译讲不住 底下呢 讲这样子修法 会得两种道果 一种是设身的道果 一种是法身的道果 所以欲得设身 欲得法身 就是接下来两段 我们还会经过这两段 因为呢 虽然修真如实观 你还是会有他今天相应的道果 可以建立 道果应该要怎么去观察 应该怎么样去受用 我们还是有下面两段经文 要去观察 尤其下面那一段 经文不长 但是却意义很多 我们不急 一个礼拜就一段一段文 这样玩味 我的目的是要导读 无卓论跟世青论 其实今天时间不够 我还有准备一个课题 也就是说 我一开始做讲的 如果你过去以来 就多生多久以来 你这一生没有显现出 六度的总性 如果你缺乏六度总性 你发起菩提心 是不成就佛果的 也就是在佛果的情况底下 假定你不休息六度 让你的六度总性得成就 对不对 空愿的发起菩提心 是不得承办 所以因此 发菩提心是欲愿 对不对 与众要修学 无分别三摩地的相应 色散乱心不退转 要透过什么 要透过什么 要透过六度 要透过六度的行愿 去起观察的智慧 而观察智慧呢 就是要观察 一切形式因果的 两个时间 三类形象 在取向 身心的两个分别意义上 如何法无自信 如何我不自在 但不多于虚无 上面 如是知 如是见 如是现观 生起菩萨的无身法人 假定这种观察会 你没有 你去修 那就是世间善法 懂不懂 所以菩萨不是世间善人 当然他也做世间善 世间善 可是他世间善 具备有这种观察会 观察会是要学习 经论当中的道理 道理呢 都讲不无空非 很超越的形象 可是他要从 染着的形象上去辨别 要觉知 在五云上生灭的这种像 由他的经论当中的道理 去辨识 这个三个像 在法上面的无自信 在我的不自在 于衷都不可得 为了不堕虚无 如虚空的不可思量 对不对 他得到的受用跟福德具 不因思量有无意义 而得到高下 有无的差别相 一切法得成就固 今天整个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圆满的 菩萨直观的一种观察 至于所谓六度 他就不像大致论讲的 那么多的详细 大致论有一种 另外的殊胜 就是他把分别形象 也有道理 也有方法的讲得非常清楚 那他的种则呢 都在金刚经上 完全没有违背 真的你读过这个 再去学习大致论 里面六度那一篇 你可以发现里面的那个受用 很多很多都是很真实的 龙卒不诈人是大智慧人 这样OK 好 今天就再次 好 确实要去做复习 预习勉强做了 那有人就传一种谣言 说每次预习 我的想法都跟老师讲 以后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干脆不预习了 不一样也不见得是我对啊 也不见得你一定错啊 你一定有你别别的想法 你至少要看得到 我是这样取向 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还是可以多一个这样看见啊 不要完全不预习了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不放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